由李逆鋒及馮德倫等主演的都市犯罪劇《暗夜行者》 日前正式上線啦 首六集都拿到非常好的成績 這套劇的熱鬥暫時成為多個不同內地劇集榜的第一名 就連由吳謹賢及秦藍主演的全家 將役及王俊凱主演的重申之門都屈居其後呀 李逆鋒多年前憑著劇集麻雀成為國民男神 當時31歲的他越戰越勇 更成為中國電視金鷹獎最年輕的時帝呀 本劇最大的兩點必定是男主角李逆鋒 劇中他一人飾演兩角 絕對是整套劇的靈魂人物 不過劇集上線之後 網民的反應就不太一面了 想不到網民已經被飾影內地劇多年的馮德倫級忍著 評價還不輸李逆鋒的 之前一直演出電影 及擔任導演的馮德倫 今次以特別演出的銜頭現身新劇 飾演一名冷漠寡言的警員 造型上滿面白鬚 創喪感大增呀 劇中他跟李逆鋒還有很多場對手戲 網民指他的氣場將對方壓倒呀 而劇集情節非常之快 還有不少動作及爆破場口 劇中每個人都有陰謀 觀眾邊看邊拆解 追看性非常之高呀 就連舒奇都轉發老公是劇中的海報 還留下驚訝期待的emoji 網民都很支持 還說舒奇等於最劇KOL呀 我們會期待在你當中的對手 我們會期待在你當中的